统尸案死者托梦 被三棵树压着 台中爆发失踪两个月的72岁赖姓老翁被藏尸铁筒 弃尸在中恒公路花莲关园段 前天为了找出弃尸地点 警方在嫌犯有人指证下 到花莲县中恒公路寻找 没想到花了四个小时还是找不到 此时死者最疼爱的孙女突然告知母亲 昨天晚上老翁离奇托梦告诉她 红色的桥过去经过隧道 我就在悬崖下被三棵树挡住 可是警方过了关园桥 狂如隧道后还是找不到 突然一个远景头痛 连眼睛也睁不开 没想到一张开 就看见悬崖下面的树丛藏着铁筒 现场家属还丢铜板宝规 连五次都是硬规 认为就是弃尸地点 果真从铁筒里找到掌区 头部见骨的老翁尸体 阳性嫌犯因为炸毒和老翁发生冲突 杀害对方弃尸之后 躲到台南的公寮割舍 25号被警方逮捕 目前还是否认犯案 收留嫌犯的无信友人老婆透露 嫌犯刚搬到公寮 他就梦见在铃骨塔被一个高兽 秃头的男的推了一把 警方拿出死者照片 一看果然就是死者 那本来从受理失踪的口案 到变更为 故意杀了男 在寻破了弃尸地点之后 依经家属确认 确定是失踪的赖情老公 那想正式确认 他们都是苹果日报的爆料公民 你还在等什么 每月两则 爆料被采用月零两万 每周点月数最高 再送奖金五万元 现在就加入苹果爆料公民行列 再送奖金五万元